日式庭院融合了禅宗思想,东方文化,形成一种精致优雅的园林式景观,引人名思,给人带来内心的宁静感,在较小的空间中创造出一小见大的景致,比较适合面积有限的庭院空间。 日式庭院中比较具有标识性、风格化的景观元素有下列几种,一、雨链,又称为雨水链,索通,兼具实用雨装饰性,适用雨底层沿口挑出墙体的距离较长的建筑,垂挂于住宅屋顶替代屋顶雨水管,使建筑物免受雨水的侵蚀,适用于别墅、庭院等建筑过廊两侧的装饰。 雨链最常见的形式为花瓣形、环形等,多为统治,气息无谱,搭配风格相互应的建筑更为文艺。 二、金鹿,也叫天水、金鸟器、竹木制,一种经常被用于日式园林与庭院的观赏小品,原本是通过杠杆原理运动,利用储存一定量的流水,使竹筒两侧的平衡准移,然后竹筒的一端敲击石头发出声响,用来惊扰落入庭院中的鸟雀。 金鹿能展现一种含蓄的禅意,成为庭院中雅致的景观小品。 三、石灯楼,最早雏形是中国供佛时点的灯,也就是供灯的形式,这种形式经朝鲜传入日本。 石灯楼被用于园林庭院的装饰是由于茶道的大发展,石灯楼常被作为茶室的一种入天装饰物而广泛进入庭院中。 在日本,随着石灯楼用途的改变,其样式也更加多样化,出现了三角或四角的雪剑灯楼,石灯楼也成为日式庭院的重要景观形式。 以上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,感谢观看。 原想家,您身边的造源专家。